詩曲 李宗盛 所以我們先來複習一些 通知系統 推薦社這些用到的數學工具 這個在 通知系統裡面 我們用到最重要的數學工具 就是朗普拉斯 朗普拉斯在公宿 公宿醫院 公宿醫院 通知系統 這邊呢 再給各位做一個惡藥的步驟 所以你把 一些朗普拉斯重要的專領 找到的 那我會陪你一些 比較不同的室明 去看的話 好 那朗普拉斯 他主要在我們這領課使用 用來解溫鋼筒 他是一個解溫鋼筒很重要的工具 那他有以下兩個特性 可以幫助我們去結合 可以幫助我們去結合 去結合 對不對 可以寫他去結合 那這部分我們不用多思讀 是在TinoMate上面的結合 那 TinoMate是分開結合 可是如果你用朗普拉斯 他可以同時把這領課一起結合 所以原來是兩個步驟的動作性 那第二個特性是 那他的第二個特性是 那他的第二個特性是 這個 這個 朗普拉斯呢 他為什麼能夠 一次把 所有手術全部解除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能夠 原來在VN方程 TinoMate是VN方程 他可以把它轉換到 這個 Laprass domain 或者S domain 那轉換到S domain 它就變成VN方程 就變成VN方程度 結果实在有什麼 所以你比較喜歡 維根技術 謝謝 這樣一部分 那加維根説這種是一個代 字的動作 所以我們利用代 字 就可以把 轉到S domain 這些 所謂的VN方程 冊成VN方程 解除這個 解 再把它轉為到TinoMate 考慮用反向的這個逆的大式的方法 所以這只剩兩個特色的方向 但控制功能也是覺得說 這個NAPRAS在空間裡面非常好用 我只要注意代數方式的方法 那什麼是NAPRAS呢 NAPRAS是一個轉換 把一個訊號轉換到 轉換成另一個形式 並不是所有的訊號都可以做這樣子的轉換 能夠做NAPRAS轉換的訊號 要滿足這個方法 F t 配以一個負 Sigma t 的結位子 t 積分在小於現代 Sigma 是一個認定的時數 你只要找到一個時數 能夠讓 F t 滿足這個數 這個訊號就老Gauss 這個條件看起來很抽象 我們把它講白了就是 什麼樣的訊號老Gauss 這個訊號成長的方式不會比指數函數還要快 所以指數函數就是 1 的 K t K 屬 1 問你這樣的函數還要快 那這種函數就有 這樣的訊號就有 所以 1 的 2 t 有沒有打 plus 1 的 2 t 這個訊號有沒有打 plus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吧 1 的 3 t 成長就比較好快 對不對 好 那 1 的 4 2 t 有沒有打 plus 剛剛也有 可是 1 的 T 平剛剛有沒有打 plus 有沒有打 plus 這種訊號就沒有打 plus 所以並不是所有訊號 好 好 那 plus 的定義是這樣 是做一個七分 f of t 跟一個 4 t v t 要做七分 等到是一個 一個 S 還要去 一個 S 還要去 這個看過吧 看過吧 好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f of t 我們就叫做 f of t 的 plus 所以我這邊用一個對應的關係來給各位看見 好 那我們來看 f of t 是某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是什麼 就是你在試波形看到一個波形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它是一個波形 一個在試波形 一個在試波形 對不對 好 那我對這個訊號呢 做 la plus 那得到的是什麼 F of s F of s F of s 是這個訊號 la plus 那 F of s 跟 la plus 這個關於這次的訊號 可以 好 所以 這個 la plus 呢 會是一個意思 從小 f 到大 f 那大 f 小 f 是一個訊號 一個在試波形看到的波形 如果你把它畫出來 是一個二維的東西 對不對 對 把一個二維的東西 那這個 f of s 是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 s 是什麼 這個 t 是時數 對不對 那這個 s 是什麼 s 是什麼 s 是負數 對不對 s 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所以這個 f of s 這個 這個 定義率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那它的指律 它的指律 指律 如果定義率是 complex number 的話 指律當然會是 complex number 對不對 比較廣義 它就是 complex number 所以 它的 這個定義率是 complex number 指律也是 complex number 或者什麼 它的定義率是 r 數 指律也是 r 數 你 復數要用兩個 指律來 指律它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它是從一個 一個 r 萬的 r 萬到 r 萬的函數 定到 r 度到 r 度的函數 了解 所以 這個 f of t 我要畫它 我用一個平面的符形 畫就可以了 這個 f of s 如果要畫它 我要怎麼畫 首先 它定義率的部分 是什麼 是 二維的 對不對 了解 這個定義率 這個是 t 這個是 f of t 這個定義率是去尾的 值律也是去尾的 這個可以畫 s 過掉 還是過掉 沒有問題 好 那 這個 f of s 它的 值律定義率有 時速部分 有趨速部分 ok 解 那 值律的部分 它的值的部分 這個 f 的值 也有什麼 實數部分 跟什麼 虛數部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把 f of s 畫出來的話 我需要幾個圖 需要幾個圖 兩個圖 一個是畫它的什麼 縱軸 一個縱軸 一個縱軸的十數部分 一個縱軸是什麼 f 的虛數 而且這兩個都是幾圍的 三圍 那通常我們在畫這個 f of s 不會 我們習慣上不會用 他的 那個 十字部分 褻軸的分別 我們會用 一種叫 極坐標的表現方式 一個 複數 可以用指角坐標來看 可以用什麼 極坐標 極坐標的話 就是它的大小跟它 它的相小 ok 所以呢 這兩個圖 就代表的是 f 的 大小 這邊是一個三圍的波形 可以想像嗎 在這輪圈裡面我要跟各位學習大學的東西 看到數學式看到文字我們會想辦法轉換成圖像 用圖像來瞭解數學式 有時候看到數學式我們要去想到它的物理解釋是什麼 它的圖像它的物理解釋是什麼 如果是一門比較偏重物理的課 像是會開一些東西 那都是物理的東西 那我們要想辦法學習用數學的方式來熟解 用物理來學數學 應該說用數學來學物理 用物理來教你數學 看它文字來要想辦法它的圖像 所以這邊就是用圖像來詮釋這個拉式轉換 定域跟實域 這個兩種訊號 所以原來是一個2D的在示波器看得到的 印到老胖的定域 兩個三維也不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老胖拉斯呢 你看這樣印色 你看這個白的訊號 搞得更複雜對不對 反而一個圖變兩個圖 反而是一個二維的 變成兩個都三維 把它變成搞得更複雜 有時候我們在解問題呢 不見得一定都要把它炒熟化 有時候先把它複雜 之後 搞不好問題就變成這樣 有時候以簡易 有時候以簡易 有時候以簡易簡易 所以這個是Laprasse的定義 那另外Laprasse還有一個 一種詮釋是 我們看這個印色 各位在國中上學到 這種印色好像叫做什麼 函數對不對 那函數的話 比如說這個G這個函數 是長什麼 時數印到時數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G要在X 這個X是屬於R 那他的G函數值也是什麼 時數印到時數 所以函數的定義率是什麼 是一個是數字 是值數或是負數 可以嗎 那值語呢 也是數字 那這時候叫做什麼 單電數寒數 單電數的一個 一個 一個存量寒數 可以 單電數存量寒數 那 這個 你們在維基邊也學到 這個 這個定義率也有可能是RN 對不對 所以定義率是項量 可以嗎 那這時候叫做什麼 多變數寒數 可以 定義是項量 如果值語也是項量呢 那叫什麼 多變數向量寒數 可以 所以我們從 單變數存量寒數 到多變數寒數 到多變數的向量寒數 那你們維基邊最後在講 什麼Curl 什麼Divergence 什麼Gradian 值得確定是什麼 這些 多變數寒數的 這些 多變數相當寒數 知道在說什麼嗎 知道在說什麼 對 寒數是從 某個中心 定到某個中心 那這個Laplace呢 基本上它也是函數 可是它在處理的不是數字 它的定義率不是數字 它定義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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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形 可以嗎 或是訊號 了解 所以 鄧小柏拉指標特 它定義率 跟 你們在文基根學到的 函數的定義率 都是 這個 時數 負數 或是 或是像樣 不一樣 它的定義率是波形 或是說 它的定義率是函數 對 這Ft是什麼 Ft的函數 對 定義率是函數 了解 所以 跟你以往 這個函數比起來 裡面的定義率就是一塊跟一個一個一個的數字 那這邊的定義是一個一個一個的函數 所以 這個Laplace呢 它就變成什麼 我們說這個是數字 這個像樣的函數 那這個Laplace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做什麼 函數 有的函數 有沒有問題 那定義率是函數 直語也是函數 它是從函數 變到函數 從波形變到波形 對不對 這邊如果有數學心的話 這種函數叫做什麼 叫做 範圍 Function 這個故意要 讓它顯示的比較高深一點 讓它有函數 Function Function 可以加Al 了解 它就是函數 如果它比較定義率是函數 支援函數 函數 從波形變到波形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 好 再一個觀念 這個Laplace的這個印射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面鏡子 我們有人在照鏡子 我看到鏡子裡面 那個也是我 對不對 所以 印到鏡子後面 那個傢伙也是我 沒有變 我這邊做什麼動作 他一定就做什麼動作 你跟我想幫你 可以嗎 那一個函數 或是一個波形 經過Laplace 印射之後 印到這邊的訊號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鏡子後面的東西 對 那鏡子後面的東西 跟這個東西事實上是怎麼樣 一樣 解解 解 這樣只是一個鏡子 你把這個波形 透過鏡子 放在鏡子前面 看到鏡子後面 這個東西就是它的Laplace 這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在鏡子前面做一些處理 鏡子後面的訊號 通常也就是做一些訊號 解 那為什麼老化有這麼好用 因為我在鏡子前面做的處理 有時候很複雜 到鏡子後面會變得怎麼樣 很簡單 很簡單 那我們剛剛不是提到說 不是每一個拖型 每一個函數都有Laplace 等效率相當於什麼 有些人太胖了 這個鏡子怎麼樣 照不進去 對不對 你高中是不是都有學過 服務 物理都有一個問題 一個人高中有國高 然後樣子都把他全身照 看成照片鏡子自打 了解 所以如果有一個太胖的訊號 鏡子就放不下 可以 那什麼叫太胖的訊號 就是比指數函數成長還要快 比指數訊號成長還要快 這個鏡子放不下 Laplace就放不下 那這時候你可以找更大的鏡子 你可以尋求更好的轉換 那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轉換就是 看它的定義有時候覺得 它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反正的定義也是有些原因的 這種平衡的不是系統的訊號 所以我們就不深入的解釋 那這些轉換就是要用 給你不同的鏡子 看我去處理這個問題 在鏡子後面會比較顯然 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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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跟這時候 看你